大家好,又是我馬利斯媽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說運動 我們今天做什麼運動呢? 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猜不猜到呢? 我們去了行山 我們去了Kael Dessert Park City 行山 我們第一次行山 看看我們會不會遇到什麼經歷 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的樹木 是很高很粗壯的 你看看這棵樹 竟然是有一個鞭鞦掛在這裡 讓遊人去玩 這些小孩玩了這個鞭鞦 玩了很久 如果第一次行山的人 就要記得馬來西亞的行山 是有些崎嶇的路 你看看這張照片 簡直是有一條繩子在旁邊 你要很大力拉著繩子 你才可以走上去 所以我經常說 在馬來西亞 你不要叫做行山 我們約人 我們約你去爬山吧 我自己就很喜歡行山 因為不需要講究什麼技巧 不需要有什麼裝備才可以去行 當然行之前要做一些熱身運動 所以這個活動我覺得很適合一家大小 這裡其實很貼心 你走到山頂又會有水給你洗手 真的好開心 在山頂看下來 會看到整個甲洞市 很廣闊 很繁榮的感覺 哇 走到新水新汗 回程了 我們又餓了 我們又去吃東西了 我們去了這間餐廳 Fino Pizza 是意大利文 我們去試一下它的21吋披薩 先 這間披薩店 很多人幫忙 我們那天是第一台人進來 不然就要排隊 這間餐廳 他們是用松木去燒一些披薩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正門 是放了很多松木 哇 有個師傅在那裡 當著我們面前做披薩 這些小朋友經常在那裡看 我們選擇是一些正宗的意大利披薩 所以是一個薄底 而芝士就蓋上整個披薩面 剩下一點邊 就可以有一點薄脆味 它這裡的披薩選擇都幾多 有羅勒葉 有香芹葉 有橄欖油 水牛芝士 番茄醬 上面還可以放肉丸 意大利臘腸 或者有些人是吃素 你可以放蒜蓉都可以 我們拿個小的薄餅 和21吋薄餅比較一下 你就知道21吋薄餅是多誇張 它的薄餅底很薄 而且超香脆的 咬上來很有嘴頭 餅皮 加點蒜蓉醬 還加點蒜蓉粉 哇!完美! 完美! 說個地址給你聽 它叫做Fino Pizza 位於TTDI 來到馬來西亞 其實我的小朋友也有很多活動 就好像馬來西亞的角水 打羽毛球 李宗偉拿過不少獎 我就讓小朋友去學打羽毛球 這個場館很大 它能夠容納十個標準的羽毛球場 你看到很多人在學打羽毛球 最主要我選擇這個場館的意思是 因為這個場館沒有冷氣 那些小朋友是會捱著 捱著流汗 都要在裡面學 我又不見到那些小朋友 扭手說不學 可能是因為貧背關係 因為每個人都繼續在這裡玩 那他們就在這裡玩 你看他們的熱身很認真的 頭那15分鐘就做熱身 做完熱身之後 就已經全身濕透了 這個熱身是可以鍛鍊到他們的毅力和忍耐 我看到一些五六歲的學生 可能他們學了幾年 他們可以打到啪啪聲 我說差點斷線 那個羽毛球場 阿sir知道我們是初學 他都會輕手一點 每一堂都會有些單對單的訓練時間 我覺得這個阿sir 除了教羽毛球之外 他還會教到小孩子的得癢 有些小孩子 譬如說有些學生 他休息時間 他都會幫忙收拾羽毛球 等現在阿sir教的同學 打過來的羽毛球 他都會幫忙收拾 所以我覺得這個訓練是幾好 做了那麼多運動 出了那麼多汗 當然要補餐 我們回家吃韓式BBQ 我們買了很多食物 你看看有羊扒 有牛扒 有香腸 這個就是韓式沒有煙的BBQ爐 燒起來真的沒有煙 一會兒給大家看 你看看 羊扒 直接燒起來 後來有點拆 但它沒有煙 看到這塊板上高有個孔嗎 那個孔就是油燒的時候 就會沿著 流到這個孔 然後孔會接著一個盒 到時候燒完的時候 盒子裡的油 倒進去就可以了 而且這塊黑色板 是很容易清洗 是容易結鑊的質地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有時候在家裡 坐在這裡的時候 會聞到別人樓下的BBQ牆 吹起來的BBQ味 只是心裡想 哎呀好想吃燒雞翼 現在我們在家裡 隨時隨地都可以吃到燒雞翼 其實呢 除了可以放雞翼 肉類之外 我們還會放薯仔 南瓜 和甘菇 哇 那些南瓜 如果你用日本的南瓜 更加甜 更加好吃 吃了那麼多東西 馬蘭斯巴都要減肥了 這張照片不是她 她是希望做到這樣而已 你看看 你看看我家裡有多少裝備 我經常跟馬蘭斯巴說 為什麼你不去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也有很多這些工具 然後她就說 哎呀女人你不明白了 男人是應該要 一想起的時候 做的時候 就要拿上來舉兩下 那些肌肉才會在這裡 如果不是呢 就不會換件衣服去做 就不會有這個心機了 我心想 在馬蘭斯巴的家裡 你就可以這樣做 你看看 在床旁邊都可以做一個健身中心 如果在其他地方就不用想了 有時候呢 天氣好 她把那些工具全部拿出露台 一起在那裡舉啞鈴 在那裡做運動 我想呢 對面屋呢 都會看到她經常在那裡舉啞鈴 嘩嘩嘩嘩 力的表現 力的表現 力保健 不過你是這樣說 你看看 她本來有點肥肥 然後也可以練到有肌肉 有肌肉 有肌肉 那些肌肉都出來了 真的 讓我展示她幾張大隻相片 先 爸爸努力啊 我會努力的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啊 謝謝 我會想像是 怎麼說一堆 我以為呢 你會討厭一下